日前AIT主席 泰国贸易经济办事出代表等各国驻台代表相继走访金门 19号奥地利、波兰、捷克等东欧三国的驻台代表也联媒访问金门 并前往金九 对于金九期望开发东欧市场 三位代表均表示乐见其成 并表达愿意提供必要协助 今天这样的一个安排我们驻华的东欧的使节门来 我们建门酒厂参访 最主要是我们在五月份我刚道论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目标 除了是巩固台湾市场 立足中国大陆市场 我们还要放眼国际市场 那国际市场金九公司在过去的努力都有 我们有东北亚的市场 我们有北美的市场 那我们也发现东欧确实是一个处女地 有待开发我们的白酒 那我们为什么选东欧呢 主要东欧这几个国家跟苏联比较接近 因为苏联国家他们比较强的烈酒就是Vaga 那所以这几个国家事实上 他们在饮料烈酒的习惯也会偏向于Vaga 那Vaga它跟我们高粱酒完全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们高粱酒的固态发酵 它的整个层次的香气 还有入口的这样一些所谓清爽度 绝对会比Vaga好 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次东欧的国家住台使节来这边参访之后 他们能认识金门 可以了解金门的高粱酒 可以帮助我们得到更一手的资讯 包括他们的关税 规则 以及还会介绍给我们 也就是说希望他们帮我们提供一些 也就是所谓的endorsement 就是背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告诉我们进口商 告诉我们主要的代理商 让我们可以很清楚很快地踏入东欧的第一步 19号下午 金九与奥地利、波兰、捷克三国代表的座谈中 对于协助打入东欧三国市场有所共识 金九方面报告想要进入欧洲市场的相关计划 对此三国代表均表示非常欢迎 也愿意协助甚至帮忙打入其他国家市场 所以这可能是一个很棒的时间 给您的 famous 高粱 OK 代表说他在他的祖国 在波兰事实上没有很多的机会 去品尝过金门高粱酒 但是他也希望借由这次机会 一起来品过之后 来介绍我们金门高粱酒道 丁承康说 三位驻台代表都很乐意协助提供进口商 代理商的相关名单给金九 除了三国商务名单外 三人也愿意为金九背书 帮忙让进口商了解金九实际情况 有各驻台代表处的支持 对金九而言是跨出一大步 三位驻台代表处